我怎么不跳呢 我这里有一个那个 我先点一下 对 我先点一下 我再跳 你在怀念 你在怀念他谁 你把路给我封死了 我怎么走 从这里直接跳过去 跳 怎么这里也有 等一下 嗯 我觉得他是在挑战人的这个耐心 然后我呢 有一个特别好的地方 就是在于 我耐心特别好 你看 这不就过来了吗 这不就过来了吗 怎么连这朵云都在和我 作对 等一下 但我知道怎么过了 我知道怎么过了那就好 人最怕的就是迷失方向 当你用方向的时候呢 你就该顺眼下眼 该怎么走 对 比如说这一步我该这么走 然后这一步呢 我就不去打这个云 那我就不就过了 你不要过来啊 打扰了 不打扰 我就能把它过过去 不就是这待会儿要掉下来 几个几个 这个 东西 我面对这种游戏 耐心非常足 那你引下来 引下来 你来打我呀 引下来 你来打我呀 翻 不行 不行 等一下 不不快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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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 我跳了 我再跳 哎我赢了我 我这不就过了吗 过了呀 哎 你说你想要走 偏偏逐地要落走 别玩了 不行我觉得我手在抖 你知道吗 大声地告诉自己我可以 I can do it 我跳 我准备跳 我准备跳 跳 我跳不了呀 不是这个是我无法操作的行为 不去啊 我回来 哎我回来 我再回来 哎你过来吃我呀 你吃不到我 你气不气 你吃不到我 哎你吃不到我 你气不气 我不生气 我想想看这个地方该怎么走啊 这是一个 还有没有你聪明才智的游戏 跳到旗杆之后之后 它会降落下来一个一个不明物体 但是那个地方我不能操作 所以我要直接从这个地方越过去 直接跳过这个旗杆 哦我明白了 那我无敌了 那是不会被击败的 就是你了 滚了 啊 哼 哼 哼 我过了 第二关又来了 nice 大不了意思 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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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